刘先生很生气 也很无奈 每个月他按时把工资上交给妻子 妻子花到哪里去了 他一无所知 没钱花了 妻子就去借钱花 信用卡 网贷 花了再说 不够花再借 就这样 债务窟窿越来越大 我们每个月的信用卡 像这些每个月有账单是每月要还的 我觉得我们家钱从来就没有过存款 每次公司发下来就这个窟窿甜点 那个窟窿甜点 这个卡还多少多少钱 我就把它还进去 刘先生没法阻止妻子乱花钱 他更没法阻止的是 妻子在人情往来上的大手大脚 有一回 丈母娘生病住院 妻子前去看望 去了一趟娘家 三万多块钱没了 我妈得肱筋癌 做手术 我给了一万 然后我回去看了她 然后我帮家里帮我妈 家里拉了个宽带 花了将近两千 就是一趟花了差不多三四千块钱 就差不多两万没到吧 包括我姐夫的爸爸去世 因为我姐夫是上班女婿 然后也很困难很困难 我跟她结婚 她的经济条件我是向家里隐瞒了 所以我妈觉得我们两个人工资都挺高 其实帮一点没问题 好 然后就这样帮了五千 这也是在这个上半年 上半年就去了三万五 三万五 但是她那时候的工资不高 那时候她就七千块钱个月 其实我听来听去 以你们家里的经济状况 那些人情往来 你们是负担不起的 可是为了撑面子 所以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就这么 对 撑面子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情况我没有告诉我妈 她不承认我给她签吗 最后我上中的结果给她十万了 她就不说话了 你们去年算账的结果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结果房租交不上嘛 这十万里面就包含了房租 关键是房租交不上啊 一个月你们家里的平均支出是多少 你心里有数吗 你是说现在还是 今年来说就已经很 今年来说 就是她讲的去年 交给你十万块钱的那一年 五千多吧 就算五千吧 好吧 五千按照她说的一年 交给了你十万 也足够了 但是五千还不能包括她那个车贷了 就算加上车贷 加上车贷 车贷 然后我们还有信用卡 信用卡每个月的 每个月还要去还信用卡 还有很多网贷 对不起 我问你 每个月的开支就要包括这些的 你心里有数吗 我没有数了 那我现在我已经算不清楚了 但是就是每个月的钱给我 我就觉得还不够贴的一口 所以你每个月你们家里 大概要花掉多少钱 需要支出哪些是必要支出项目 你心里都没谱啊 对 反正就是工资都等不到她发工资 我问的是你心里有谱吗 我心里没有 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张女士 显然并不明白什么叫精打细算 有钱就花 没钱借钱也要花 只要她认为合理 张女士就花得理直气壮 刘先生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张女士花得最理直气壮的一笔钱 是花在妓子身上 两年时间花掉了近十万块钱